2017年10月中旬,我开始在现在这个雇主家工作。 男女雇主都超级忙,每个月有几次到不同国家的出差,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。 但是,在刚开始将近一年的时间里,因为重感冒,女雇主曾经不得不取消了好几次出差或重要会议,这严重影响了她的工作和生活。 最遗憾的一次是,她和男雇主应邀去白宫参加活动。 人都到了华盛顿,却因为感冒严重而不得不待在宾馆,在电视上看着老公一个人在那个重要活动中的身影。 直到第二年,从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,我每天都给女雇主做自己独创的柠檬姜茶。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,女雇主再也没感冒过。 这个茶的做法非常简单,需要准备的东西有,拇指大的一块生姜,中等大小的柠檬一个,蜂蜜,榨汁器,擦丝器。 先烧一壶水,然后开始处理材料。 柠檬切开,把汁挤出来。 用擦丝器,把姜擦成末,大概有两汤匙。 一边做,我一边给你讲讲这个柠檬姜茶的由来。 一年多以前,有几次,我发现女雇主喝水的时候,喜欢用手握着半个柠檬,挤一点汁到水里。 她说柠檬含维生素C多,防感冒,所以她喜欢挤一点在水里。 我说,我们中国人会喝姜汤防感冒,如果姜汁加上柠檬汁,估计效果会更好。 有了这个想法,我立刻付诸实施,开始给女雇主做姜汤和柠檬茶的组合。 刚开始,是放一点点姜和柠檬汁,女雇主可以接受,于是我就慢慢地增加柠檬汁和姜的含量。 因为我觉得,既然她们对身体好,就尽量多放。 大多数老外都不喜欢鲜姜的味道,但我的女雇主不一样,她对各种食材都持开放态度。 所以,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,柠檬汁、姜末、蜂蜜这三种材料,就形成了现在这个比例。 我知道女雇主喜欢这个柠檬姜茶,所以我每天都给她做,做好了在家喝或者带去上班。 后来她跟我说,是这个茶让她保持了健康,因为去年一整年,即使再忙再累,她都没病过。 我想了想,还真是呢,她真的一整年都没在病过。 所以今天,我把这个柠檬姜茶,或者叫柠檬姜汤的做法,分享给大家。 希望大家都能远离疾病,每一天都健健康康,平平安安的。